把你大哥的人 我已经命人逮了回来 有用的没用的 都从他嘴里撬了出来 多谢雀爷 开个价吧 你既能看出我的症结所在 我姑且相信你是个好大夫 你若能治好我 我就把消息白送给你 病来如山倒 病去如超寺 心里引起的疾病更是如此 我能帮助你 但要治愈 并非朝夕 陷害你大哥的主使就是 你别怕 他武功已经被废了 据他招供 是魏家大少爷收买他 让他打赢了文胜君 丢去勾兰院 败坏文胜君的名声 我命人深茶 深究之下 你猜怎么着 他有个妹妹 叫魏一兰 兄妹二人感情很好 魏一兰央求兄长替他出气 兄妹二人合谋之下 才有了这事 你已经知道了 刚刚知道 那你可知道 魏一兰为何要针对文胜君 他二人从无交集 也许 他想报复我 那你打算怎么办 或许他就是故意个应你 你说报官吧 闹不好就是伤敌一千 自死八百 既暴露了你们轴力不合 又坏了文胜君的名声 纯粹让旁观者看热闹 不报官吧 跟吃了苍蝇一样 你要是没法子对付他 这事我帮你解决 雀爷打算怎么解决 以其人之道 还治其人之身 多谢雀爷 但这法子只能对付魏超 对魏一兰却不痛不痒 难道你还有更好的法子 魏一兰跟我玩阴谋 对付阴谋最好的法子 就是杨某 还请雀爷帮我盯着他 他有任何动静 跟任何人私下见面 都请雀爷提前告知我 我知道这个挺难的 所以价钱 等我消息吧 魏一兰 怎么会是他 王爷还记得 上次滴血认亲时 有问题的晚吗 上次盯住的几只老鼠 终于有动静了 不会也和魏一兰有关吧 萧玉辰跟魏一兰相识 是因魏将军的缘故 萧玉辰年少时常去魏府 向他请教用兵之策 一来二去就跟魏一兰认识了 魏一兰在他眼里 是乖巧闲静 温婉之理的小妹妹 这个局面被打破 是在魏将军战死沙场之后 魏一兰要守孝三年 萧玉辰对他说 我一直当你是妹妹 并没有男女之行 如果曾经那些礼物 让你误会 是我的错 三年之后 你若愿意嫁我 我就娶你过门 会像兄长那样 照顾你一辈子 可惜 他没能遵守三年之约 魏一兰尚未出丧 他就被迫娶了温锦 王爷 萧玉辰出神太久 季风不得不再次换他 人会长大 也会变 他早就知道 他跟魏一兰 已经走入不同的阵营 说吧 本王 还有什么接受不了的 正院的周婆子 私下见了海灵王妃的奶娘 探子从他们的对话中得知 当年 王爷大婚那夜 元帕被 被调包了 你说 什么 周婆子买通王妃的陪价 调包了当晚的元帕 王爷当时气急 没有丙退下人 批衣就走 等您出门 吩咐把王妃送去梧桐院 命宫里的嬷嬷 进去取元帕之时 元帕 已经被王妃的陪价 给换掉了 王妃在温家不受宠 所以那些陪价 根本不与他一心 那些都是王妃继母 刘氏的人 王爷说 他们不必去梧桐院伺候 他们巴不得呢 这么多年 原来他一直 一直都冤枉温锦了 而温锦所有的不幸 所有臭名 如今回想 他只觉满身寒意 这样的处境 他究竟是怎么活下来的 难怪他总说 以前的温锦已经死了 如今 他已经学会了求水 学会了自救 自己却高高在上的 以为自己承认他的身份 他就该感恩戴德 你真是个混蛋 又蠢又浑 他的无视 他的忽略 给温锦的处境雪上加霜 让下人更加肆无忌惮地 算计他 陷害他 当年原怕被调包 是魏以兰买通周嬷嬷 周嬷嬷又利用了王妃的 陪嫁嬷嬷 上次滴血艳亲 也是魏以兰 让周嬷嬷做的 这次 温沈君被算计 仍旧是出自魏以兰之手 还 还有 还有 说 海陵王妃同宋家 也有来往 宋家当初之所以想到 送宋姨娘来缓解王爷的怒气 就是海陵王妃的主意 宋家有个婆子透露 海陵王妃暗中指点过宋侧妃 教宋侧妃 模仿他的举止神态 王妃那边 知道了吗 温大少去了趟魏家 据说是当门道歉 这是何意啊 他已经查到魏家了 王妃那边 先不要声张 慢下逢春 也暂且不要叫他们知道 魏王想想 该怎么跟王妃解释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